使用起來 感覺怎麼樣 不算 黏性很強 黏性很強 但就是因為那種缺點 太黏了 這一個粉紅色的衣服 是因為剪裁不一樣 那剛才梁子進去大概四分鐘 這一件也超級久 因為他要去修建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姨 哈囉大家好我是梁子 我在網路上我們很多防走光片子 真的是種類 超多的都對 這個真的是我們的鼓勵 那我們先來介紹 第一款好了 我們依照它的說明書 它是貼在側面對不對 好像是一個巨龍的效果 巨龍的效果 我們把它上去試試看 沒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梁子換裝回來了 那你使用起來 感覺怎麼樣 算黏性很強 黏性很強 但就是因為那種缺點 太黏了 對 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要一直把它扯開 對對對 但是其實黏得好的話 還是可以啦 它可以剪裁 你自己要的形狀 對對對 根據不一樣的衣服 那你貼上去的感受勒 很重嗎還是 其實不會重 因為它的探勤 就是因為這麼大便 所以它的支撐度是夠的 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下一個呢 它這個其實是最最基本的 可是像這個 身材比較合的女生 就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的話會比較適合 一般身材的女生 然後她可能就是今天想要穿個小可愛 就可以貼這個 所以你一般來講不會有這個 我不會用這個欸 接下來的話 這兩個是什麼 只有這個的話就是跟剛剛的一般的貼紙一樣 對 這個是垃圾用的 喔 那要不要比較一下 這個好用 還是你身上這個好用 好我們換了這個是 有這個垃圾作用的 使用上的 這種類似的膠帶 我自己有買 我是買一整個捲 喔 喔 有彈性 它會上梳 它會上梳 它就可以整個垃圾起來 所以這個 真的超級好用 而且年輕有夠欸 對 有點像那個 在運動的雞 雞肉貼 雞肉貼 對 可以參考一下 但它缺點就是 它一直在捏 你看它已經變成這樣 已經擋不太頂了 剛剛娘子在做這個的時候 竹竹做了15到20分鐘 對啊我一直在本地把它撕開 超難的 那貼這個呢 很快 大概還3到5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們有最後一個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大片啊 喔 它這個是有原地的 是是是 它是這邊一樣是貼的地方嗎 然後它上面這個是透明的 它跟膠帶一樣 這個就要和別件椅子 因為這一片 它很大片 那衣服就會露出來 好好好 這一個粉紅色的衣服 是因為剪裁不一樣 對 那剛才呢 梁子進去大概10分鐘 這一件也超多久 因為呢它要去修剪 所以使用上來講呢 應該是這一種 這一種最多 對我覺得這個最方便 那拉皮的效果呢 我覺得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對 那我們先就提供就是 外觀上 還有衣服款式上的建議 女生可以參考 對的 那也那男生可以參考 幫女朋友來的時候呢 適合什麼 那想看 兩隻拍什麼企劃 可以在底下留言 沒問題 然後再追蹤一下 我們兩隻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床上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 必殺技技能加分 你要去找到那個女生的 你要猛力的衝擊 就覺得女生是 Happy 有時候女生可能 氣到那個 老師有遇過什麼樣的追求 是覺得很棒 跟加分的 我覺得追求的過程中 就是對的 然後會知道 你喜歡什麼 你的生日啊 會幫你準備 一些小禮物 然後給你一個驚喜 對 然後或者就是 在你需要被關懷的時候 她會傾聽 你看 林志麗 她會成為一個 那個人的那個 就是在她做事 就是動作的時候 她一直在一個地方 其實女生呢 很重心靈層面的人 對 她很需要一個人願意去傾聽 傾聽 你喜歡這女孩子 你愛這女孩子 你給她的一個東西 或者給她一個行動 她感受到 她實在會很感動 因為你不要想要去她 有的人會想要去逃 就是你如果 我在你身上 花了多少錢 你不要要怎麼樣 這怎麼就會讓人家覺得 心裡可能就心寒 倒不大氣 對不對 曖昧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必殺技 讓那個風化更明顯 就是你可以再 表示得更明顯 怎麼做怎麼做 就是我覺得還要 聽下去 看你又變成那個行動力去告白 對 告白 然後那個告白也不要 因為我曾經也有遇過很直白 欸欸欸欸 很直男 怎麼直 直男就說 阿你會不會跟我在 越年輕 你跟我在一起 無所謂啊 然後 當然這種就是 為什麼他會這麼無所謂 他說沒關係 今天跟我聯絡齁 電話不給我好了 反正明後 明天之後 我們也不會再聯絡 然後說 那你會覺得很帥嗎 年紀七的時候 覺得這個男人還蠻 哪來的自我感覺都不良 那種說真的應該是說 不會認真 喔喔喔 你也不會認真 不會認真 反正就是 曖昧的那種 有感的去 找到十幾年來 告白 那我本來要什麼方法 夜深 冷靜的 鬼哭啦 不可能 就那個氣氛加的時候 你可以 看著對方 看著對方 眼神是真的 看著對方 眼神是真的 有觸點的感覺 眼神是真的 如果像 我這種戴墨鏡的 怎麼放 眼鏡要哪像 對 你要看著對方 所以我們應該比較少 如果眼鏡反光 所以告白的時候 大家戴眼鏡的 換個眼鏡好不好 就那一次 那我們 勇敢追求之後 我們床上 有沒有什麼 必殺 今天講的 我們有分 三十歲以下 和三十歲以下 這個也是有 三十歲以下 三十歲以下 的女性 已經不著重女性 喔真的嗎 不是三十如狼嗎 四十如狗 這個都是 五十做地的企圖 其實很多女生 其實看中心靈層面 比較多 尤其是經歷過一些事情 或者是他事業有成的女性 他們有時候是需要對方的了解 因為有時候女生生理上 可能因為壓力嘛 工作壓力 會沒辦法把他性生活 就是他可能會有點冷 冷感 對 那男生可不可以在這時候 就是可能 就是多一點尊重 或者說 你知道女性他可能在這方面 可能沒有這麼想要的時候 他不要一直 他腦袋就是 用心去 對 再來就是兩個人 要如何達到那種 你要去找到那個女生的 敏感地帶 這個就是要去 在床上 這就是要用心的 去尋找 對 就是傾聽女生內心的想法 例如在床上那方面的時候 聽聽女生 她喜歡什麼樣的 方式的 就是帶領她 就是在那方面 是有快感動的 這個東西也是要男生 就是要跟女生聊 要做功課 就要做功課 自己 從來是要做功課 比較猛烈的衝擊 就覺得女生是 happy 有時候女生可能 氣到那個 有時候女生只是 為了迎合你 給你 可是她其實是不爽的 欸 有時候女生是 演給你看 那30歲以下 30歲以下 要猛烈衝擊 就是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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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心花一樣 女生就是喜歡 所以 不同地點 不同 不同玩具 道具 通常 玩壞了之後 後面就 就 就冷了 還是 我覺得還是要在一個 正常的 了解 性這個方面 因為如果你把性的 看了這麼多東西 跟動 不是沒什麼感覺 跟輕鬆沒人一樣 跟輕鬆沒人一樣 對對對 你把這個性的觀念 把它當成是一個 很正向的東西 不會只想要跟 愛的人 在那樣方便 達到 快樂 而不會 想要多方便 你知道嗎 可是當那個觀念 有趣的時候 你覺得什麼都想要去嘗試 那後面就會 就像我們 你那個認知錯了 你就會經歷很多 不該說 你的動 老師講一些 講得非常有學問 很優雅 很優雅 優雅沒有太 可以專門講一個 性方面 告訴不同年齡層 我們去面對性這件事情 認真的去了解到 對方現在是 處於什麼樣的需求 才會達到 基本上快樂 快樂 女神之歡 對 對 女神之歡 而不是很從此就會快樂